新唐全世界中国菜厨际大赛亚太区出赛 除了比赛本身张力十足 但你来看到赛场周围也相当热闹 有美食活动区提供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国菜五大菜系之外 也有各种好吃又好玩的活动 带你去看看 今天是全世界中国菜厨际大赛的第一天 现在是早上十点钟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人来排队拿福袋 那我们从节目表上面可以看到 哇 满满的活动以及好康优惠 而且现场有26家摊位来摆摊 这么丰富的内容到底要怎么玩呢 走 让记者带您去逛逛 一进来就看到中华美食大富翁 以及五大菜系闯关赛 只要拿闯关卡到川菜 五菜 粤菜 东北菜和淮阳菜等关卡 回答出问题就可以兑换奖品 有啊 都带五个档啊 所以你们就是每个都很顺利吗 顺利哦 好的 五大菜系闯关完之后累了吗 没关系我们旁边就有副舞台区 这边有座位我们可以坐下来 同时有有奖争达活动 而在展场区则有其中的10家业者 寄出超低价折扣和买东送西的优惠 民众可以好好选购 现在是11点20分早上没有吃饱吗 不用担心在副舞台区隔壁有免费试吃活动 民众吃的津津有味 如果没吃到旁边还有小吃摊 有吃有喝免烦恼 吃吃吃从头吃到尾 民众来到珍宴馆可以吃美食 玩游戏 长知识 看大赛 珍馆跑透透 跑了大半天 民众还可以到特色影音馆 看电视 看电影 转换个心情 轻松一下 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 蔡赵与陈雨萍 在台北花博的采访报道